拍個好心吧 欸 今天要幹嘛呢 今天約的是王上豪 哈囉各位好 我是星包王上豪 大家好 第一次我們是怎麼認識的 我跟南忠一樣都是在 我們導演的婚禮MV裡面 跟你是第一次合作 對對對 你是演員嘛 我是演員 之前演的小賀對不對 那後來 我發現你還蠻有趣的 做好多好多的事情 我做了蠻多事情 例如 其實講到小賀 其實他已經是我的第九部戲了 我前面已經有八部 但是比較多都是客串啊 或者是一些 可能只有兩三集的一些配角的角色這樣 但我覺得還OK 就是那就是經驗的累積嘛 然後小賀比較幸運的就是有一個 很很固定很長期的一個 一個角色這樣子 我覺得還蠻幸運的 你怎麼進入這個演藝圈 因為我媽媽就會有訓練我很多的才藝 比如說鋼琴啦 然後比如說 小滴琴啦 然後甚至高中的時候有玩樂團 有玩流行樂團 然後我是一個bass show這樣子 我那時候在高山的時候 我的工價有兩百多截 就是因為 因為我是音樂課的 然後那時候 不會有那種外面要去招生 然後是拉小提琴招生 全部會悶死 我們就是那時候有組一個樂團 然後只要 每次招生都是派我們出去招生這樣子 就把腸子吵得很熱這樣子 然後去招生這樣子 大學我是表演藝術系 那時候我大一進去的時候 超帥的 就是會跳舞 然後又會音樂 我覺得 一般來說會一個才藝 就已經 哇就是還蠻厲害的 可是我會兩個 然後我就覺得哇 大學吃得開這樣 大二的時候我們 我那時候是我第一次被簽進經紀公司 哇我那時候 氣焰整個高漲到不行 超級驕傲 驕傲到不行 然後 回到學校 我就是會有一種那種 我是簽約議員的那種感覺 對但是 我們老師就是不知道怎麼樣 因為我外面塑造出來的 給人家是那種 哇就是光鮮亮麗的感覺 對 可是老師就說 你一定要學學戲劇 我想說奇怪到底是怎麼回事 好我就 聽了這個老師的話 就是然後從此 我在上表演課的時候 他就一直磨我 一直去 雕我的一些動作 或者是讓我在全班面前出秀 他藉由這件事情 讓我把我的 銳氣 跟面子 慢慢把它削弱 然後 讓我慢慢喜歡上演戲 我現在也蠻喜歡 蠻感謝這個老師 你第一次覺得 受到挫折是什麼樣的狀況 第一次受到挫折 那時候我18歲 然後被簽進公司 可是 你是要出去試鏡 對 試鏡那時候 外面的一些公司 他就說 這個人我不用 對就是 因為我完全不會演戲 我不知道 那時候我印象很深刻 我是 有拍一支MV 然後 反正那支MV現在也可以講 我就覺得我是演亂七八糟 是 卓義豐的忠實聽眾 對 那一支MV 我 我演的 我真的不知道我自己在演什麼 這樣子 就是 啊 乾笑啊 然後 這是一個指定的動作 啊笑 好 現在牽他的手 好 幹嘛 就是 導演的模式就是這樣 這樣 就是只能引導的 他沒辦法 沒辦法說 給你一個情境 好 你現在就是 從頭演到 我 我沒辦法 你沒有在那個狀態下 對 我沒辦法在那個狀態裡面 跟我一開始說 不喜歡演戲的那個感覺是一樣的 那 還有一次是 一個麥當勞的事情 麥當勞就是很簡單 就是 把那個 現在在講當然是 就是都是馬後炮 可是那個時候就是 很簡單把一個麥當勞的那種紙袋有沒有 把他丟起來 啪 什麼時候 麥當勞換那種子 之類的這種東西 就是要有活力 可是我不知道為什麼我一直做不來 然後 那個 經紀人就說好謝謝之後 然後 然後我聽到那個 試鏡的那一個 那個小姐 她有跟我們經紀人講說 這個 這個我未來都不會用這樣 所以是一個還蠻大的挫折 對 我就覺得哇 我一個 在學校這麼叱咤的人 就是在外面 背受就 這個人我不會用 這那種 我就覺得心裡很猝食 所以我 我就是因為這樣 我大二才去 跟我的老師去學戲劇這樣子 對 我覺得 你本身好像會有一點焦慮 是 我看過你的指甲嗎 對 我會一直摳啊 一直咬啊 對不對 從什麼時候開始 其實小時候就開始 很多家長 或者是 朋友又說 你不要再咬指甲了 你不要再摳手指了 這樣子 可是我必須得老實說 這件事情是一個 你完全不會知道你自己在幹嘛 就是 有時候想事情想一想 然後就是慢慢在那邊 然後或者是在那邊 就是你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做這件事情 咬指甲咬到最兇的狀況是怎麼樣 就是 旁邊會流血啊 有沒有 就是旁邊這邊 嗯 然後有流血這樣 對 對 就是會一直扣 然後扣到流血 然後 你真的是想事情想到 然後 喔幹好痛 然後 姐夫以前也有這樣的狀況 喔是嗎 是 是 所以 所以看到你的樣子就覺得 嗯 跟你那時候 你跟我的狀態應該是 很很相似 很相 但是其實我大概 大概三十幾歲的時候 嗯 他就不會了 嗯 我從 十個指頭都咬 嗯 然後 慢慢的 會變八個 八隻 五隻 兩隻 嗯 如果當非常非常 焦慮 焦慮 可能還有一隻 對 但是現在已經完全都 沒有這樣子的 所以說 我覺得好像是有點像 戒緣一樣吧 那就是 一下子 嗯 沒有 就沒有了 就沒有了 對對對 OK 也就是不去想這個事情的時候 我不能想說放輕鬆啦 因為 嗯 我覺得 對 你也 你懂那個感覺 嗯 對 只是可能再多一點事情的時候 嗯 就不會再去做這件事 我試著 嘗試看看 對對對 因為 對 焦慮這件事情其實還蠻 還蠻惱人的 對 真的蠻惱人的 是高雄人 我是高雄人 高雄做營人 對 這高雄是還蠻陽光的一個個性 就是 我真的非常喜歡高雄 但為什麼我要來北部就是 第一是為了機會嘛 對不對 然後第二是就是 呃 北部這邊其實慢慢工作也大概有七八年了 嗯 那也是建立了自己的一些 人脈 人脈 人脈跟工作全都在這邊 嗯 所以有時候回去 回去就真的只能找一些自己的同學們出來吃個飯啦 聊聊天這樣子 真的步調會有差 對 你的朋友把你當成是藝人或明星的樣子嗎 藝人這兩個字是很有距離感的 嗯 對 因為我 我本身 我本身我不喜歡跟我的觀眾或我的朋友有那種 我是藝人 這時候 跟我大學的狀況又不一樣 你有發生到這件事情嗎 我大學那時候是 哇 很了不起 很了不起 我很屌啊 但是 現在不是現在就是我想要 謙虛低調一點 對 謙虛啊低調 然後 有越多朋友 越好這樣 對 之前啊工作比較順利的時候 哇朋友超多 可是 工作比較不順利的時候 欸這個 漸漸的一個一個都會 我覺得離你遠去啊 對 特別是你在有困難的時候 我覺得他們 不一定這麼願意去幫助你 當過演員 嗯 對不對 然後當過經紀人 欸對 然後現在開始當直播主 是 為什麼 沒有當演員之後 我就 一直在找 適合自己的 也不是適合自己的 就是想要 賺錢 賺錢 賺錢是第一位 然後第二位是覺得 欸 既賺錢又可以 學不一樣的事情 然後 跟不一樣的人工作 我覺得很 嗯 是 嗯 就是在磨 磨合自己的 心狀態 因為 其實在經紀人來講 你需要跟 很多的製作單位去 溝通 溝通 那 直播主 像在當購物專家一樣 這樣子 其實是很有表演欲的人 我是 對 為什麼不持續在演員的這一塊再多 努力 這幾年的大環境 那電視 電視台其實很多時候是買外劇 對 那 演員要演什麼 那 我自己有時候在公司的時候 就會覺得說 我們 都會被放在旁邊啊 然後 沒有 沒有工作 然後可能 你 你如果是 這個月你完全沒通告的話 你的收入就是零 對 對 所以我後來 我就是 轉念 我就覺得說 不行 就是已經 也30歲了 那 家裡的負擔 水電 房租 然後 可能 我自己有女朋友 然後 零零種種的 我覺得我不能再這樣下去了 所以我 後來我猜 真的出來要工作這樣 在哪一個工作 讓你得到更多的快樂 這是一個挑戰性 那 我覺得 任何一件事情 都是 真的是不一樣的挑戰性 那 包括我之前也是有當過那個 傑夫哥的助理這樣 其實 在這邊我也是在學一件事情是 你 你 你如果要知道怎麼樣被拍 你 首先你一定要知道 要怎麼樣拍人家 這是我自己覺得的 因為 有時候有一些攝影師 他們就會說 你就站這邊 然後你等一下就轉到那邊 他們為什麼會這麼清楚 因為他們就是拍人的人 那他們是看那個 檢查的人 那 我自己也是 覺得說 去參加很多場 婚宴啊 那 拍他們的時候 其實那時候也是蠻感謝那個 傑夫哥 有給我這個機會 你讓我超機器耶 就是 我不知道我能夠 我原本以為 就是拿一些東西這樣 可是你 你居然敢 我也想問你說 你為什麼居然敢讓我拿機器這樣 因為機器一台 真的都 算是蠻不便宜的這樣 有興趣的人 應該是要讓他有一些機會吧 即便是說 拍了影片之後 到最後不能用 但是 可能你會問我說為什麼不用 對 那我就會告訴你為什麼不能用 那你就會知道 你就會得到經驗 你就會 下次 可能還有機會的時候 換個方式吧 對 確實 所以說 你自己現在也當YouTuber 然後又在做直播 對 其實你應該 在現在 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就會比較care到 你 機器怎麼拍 你怎麼架角度 會 其實他就是經驗 會 真的會這樣 有時候 真的是前次要 做 很多的事情 這樣 而不是 而不是像之前演員 的角度一樣 就是我去 我就等化妝 然後化完妝 我台子背背背 然後 就上去了 就是 真的是 沒有這麼簡單 就是你真的要拍一檔 其實也不是怪台灣的環境 什麼的 就是 有時候真的 你要拍一部戲 真的要耗費 非常多的人力跟成本 對 所以 這個大環境的問題 沒辦法 我聽說 當初在拍小賀的時候 其實酬勞也不太多 對 不太多 你可以透露一下 可以啊 原本是一級 的費用 然後是一個小時的 那 因為小賀最後在談的時候 他變成半小時 所以等於是說 我們的收入 就直接被砍半 一級的費用 直接被砍半 那 砍半之後又加上說 經濟公司抽啦 對 相對來說 就是 真的沒那麼搞 對 其實我覺得現在很多的 很多的 市場 也是跟很多演員講 廠商找到公關公司 公司 公關公司找到 這個行銷公司 行銷公司找到攝影團隊 攝影團隊 再去發經紀人 然後再找到 演員 你中間過多少層呢 中間每過一層就是過一手 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 很多時候你不要說 為什麼 你拿到的錢那麼少 其實 其實我那時候 當初是帶著 帶著一百萬上來北部的 但是我結束之後 等於是我全部的收入 把它吃出掉之後 我賠了一百萬 我就是當作我這五年 我賠了一百萬這樣子 五年賠了一百萬 五年賠了一百萬 就是說當演員 不僅沒有賺到錢 而且還賠錢 對我本身 可能我比較 不承載一點 對我還 我還賠了一百萬這樣 這一百萬是花 其實他 他只是生活上的支出 對他就是生活上的支出而已 沒有任何的 什麼 買很昂貴的東西啊 什麼的 對那其實在 那一個時期 其實我還蠻緊急的 有些人我看到一新衣服 就買了對不對 可是我們那時候要 上通告的時候 有一個非常好玩的狀況 就是一大票朋友 上通告 然後我們一起約去那個 台北的ZARA 然後去買衣服這樣 然後買完呢 上完通告之後 就把它退掉 對就是只能這個樣子 對 不是說這件事就是 你可以一直買衣服 一直買衣服這樣 就是我們穿的都是新衣服 沒錯 可是大家不知道的是 我們後面會拿去退掉 然後再把錢換回來 來籌備下一次通告說 要準備的衣服這樣 那名氣有沒有要給你帶來任何的 你覺得的好處 我一開始我的粉絲專頁大概是三千多 然後 演到大概第八部戲的時候是大概六千多 因為可能都是客串 然後沒有多少人關注這樣 然後到小賀那時候 就是畢竟這是一個我的代表作 那那個時期其實經營那個粉絲專頁來說 是真的是非常好經營 不管是你要業配接主持 真的都非常的好接這樣 可是最近期的臉書 近期的臉書 關注度沒那麼多 對關注度真的是比較低一點 然後又加上說 我在跟傑夫哥工作的那一年 我自己我的粉絲專頁停了一年 我想要讓我自己的藝人身分先 先讓他先休眠一下 對 所以基本上對於這個演員的這個身分 放棄了嗎 因 也不是完全的放棄 就是那時候 我後來跑去做活動 那很多人就是 可能看我在那邊做活動檢票啊 就會問我說 欸你怎麼在這邊 什麼什麼之類的 然後 我那時候我一開始我有點拉不太下來 那個面子有點拉不太下來 跟男中一樣 對 就是會覺得說 就是 對啊就是工作啊這樣 我就覺得說我不想要再 在 經營我是藝人這件事情 因為我覺得 人家對我的那種目光會覺得 蛤你是不是 沒有戲拍了 什麼不紅了 我很害怕這種質疑 那 但是沒辦法 這個就是事實 我 也是 必須得要去面對這個現實這樣 甚至是喔 甚至是我必須說今天我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 這個節目叫與男神有緣嗎 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傑夫哥會找我來 因為我自己覺得 我覺得 我真的不是 我真的不是 就是有過失這樣子 嗯 那 因為我媽媽她是一個非常 就是對於任何事情都會 你 都要去親自去做到的那種個性 然後 然後 大家應該知道照顧病人 嗯 是一件非常非常類人的一件事情 那 你是照顧 是你照顧還是媽媽 是我媽媽照顧 但是我就是很 哇 講到媽媽有點 哇 沒關係 嗯 就是看她這樣 這樣去照顧她 可是她 她 這是她的 婆婆就是我阿嬤 然後跟 一直陪伴我媽的一個大哥 這樣 三個月的時間 兩個人都相繼離開這樣 嗯 那 我媽的那時候的 的 精神狀況真的不太好 對 我就 就是太 呃 身邊的人都離開她了這樣 然後 呃 她一直在做一些 照顧照顧她們啊 幫她們 就是 陪她們走完最後一條 一條路 那我那時候我的想法是 我覺得我 不能夠再 繼續當演員下去 嗯 原因是因為 演員的收入是 很不穩定的 我要錢 我我我真的講非常事快的是 我真的是需要錢 那 我我所以我才會去做這麼多事情 去斜槓這麼多事情這樣 我為的是什麼為的是 第一不要讓我媽擔心 第二是我希望可以呃 存很多錢可以讓我的家人 讓他們放心 然後 呃 可以去 幫助他們 這是 我自己 後來會做 那麼 那麼多事情 然後包括到現在在 固定上班的原因這樣 那 現在在做直播主嗎 對現在 現在等於是在一間 直播公司裡面 然後 呃幫忙策劃 然後跟有時候 呃會上去直播 然後去介紹產品 收入好嗎 收入其實就是 一個 基本 基本值這樣子 但是 穩定這件事情是我現在 想要去 想要的 對對對 每個月 就是有固定的薪水 會打到我的帳戶裡面 就算沒有以前的 高 那這個 這個穩定是讓我覺得 比較心安 的一個關鍵這樣 對 你有女朋友嗎 我有女朋友 也一起在 所謂進YouTube 對 這樣子的一個狀態 對 你們會這樣做的原因 也是因為喜歡 還是 希望未來會有什麼樣的發展 其實 我的YouTube 是完全 就是 沒辦法盈利的 就是 還沒到 對還沒到 我其實我辦YouTube 我很早很早之前 我在當遊戲的實況主 YouTube對我來說 就是一個 低潮 我今年 我今年我拍了什麼樣的影片 我十年後 我再看 哇 很有那個感覺 我相信傑伏哥 就是也有這種 哇 可以看到那個 J世界這個頻道 然後 古老的那種影片 然後 哇我那時候 怎麼會做這種白癡的事情 之類的 就是我那時候也會有這種想法 我現在在看 以前的影片也會有這種想法 你是為了回憶嗎 對 我是為了回憶 他就是我一個 以前人都會用照片嗎 這個就是我的相冊的概念 對 當YouTuber不是為了要盈利 而是為了要留下以前的回憶 對 那還不錯 對 當然還是希望有人看 就是你畢竟 畫那麼多前製作業 然後 把一個東西準備啊 拍出來 還是希望就是 身邊的朋友可以感感受得到 哇我們現在做這件事情很白癡啊 或幹嘛的 之類的這樣 對 這是一個趣味性這樣 不管是要盈利也好 不管不盈利也好 看你的YouTube 就會覺得你其實真的很用心 在做那些事情 我未來 我不會 不會不知道 對 就是一個日記的概念 你希望做到幾歲 如果有好的題材 我當然就拍啊 對不對 你是個 有創意 有活動力 嗯 這方面其實可以持續下去 未來還是會 例如說 做到某一個重了之後 可能未來的那種感覺 又是不一樣的 對 謝謝上考今天來參加 傑夫哥節目這樣子 謝謝傑夫哥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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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謝謝 感谢观看